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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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派出所民警介绍 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 而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起恶性的人质劫持事件 画面中被劫持的这个人 是古楼村村民老李 而挥舞菜刀绑架他的年轻人 是邻村的唐卯 据当地村民介绍 唐卯正在和老李的女儿小芳谈恋爱 唐卯算得上是老李的未来女婿 可如今这个未来女婿的刀就架在自己老丈人的脖子上 是什么让唐卯变得如此疯狂 本来有可能成为一家人 却又是如何演变成这样的情形 有村民反映说 11月2日下午开始 就听到了老李家有人吵架 刚开始以为是家务事 没太在意 没想到后来越吵越凶 傍晚的时候 有好奇的村民就想去老李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老李家没有任何灯光 走进老李家的大门 透过狭窄的门缝 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 之前老李的未来女婿手持菜刀 情绪激动的大声叫上 眼看要出人命 村民们赶紧报了警 犯罪嫌疑人唐某 威胁要杀女友父亲 难道仅仅是因为女友小方家 欠了她三万元钱呢 根据两人对话 以及向村民们了解情况 武警东安县军队中队长王涛 很快掌握了唐某的犯罪妒忌 原来就在几天前 小方与唐某闹了矛盾后便消失了踪影 唐某只好到老李家上门寻找 而老李则解释说 小方已经去广州打工 家里也联系不上他 唐某觉得老李在骗他 双方引发了争执 水料下暴躁的唐某竟然持刀截止了老人 声称要么交出小方 要么拿出三万元钱分手费 否则谁也别想走出这边下来 在掌握了唐某犯罪动机的同时 武警中队长黄涛和公安干警们 对犯罪嫌疑人唐某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因为吵架 两个人因为一点小时吵架 他就给他推到河里面去了 据村民介绍 唐某曾经因为吵架把自己的女朋友推到河里 事后自己居然扬场而去 而今天眼看公安武警都已经来到现场 唐某不仅马上丢下手中凶器 而且还公然堵着门和警察对抗 由此可以判断出 唐某不仅粗暴鲁莽冲动易怒 更是一个十足的法盲 此刻面对准女婿的持刀威胁 劳力惊得万分 赵人们不感动 他下来 下来自己脚打拐了 他不感动 他是感动 感动他一看你 他两个刀 现场劳力一再辩解 而唐某就是无动于衷 一家人的情意也就在这菜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眼看唐某的情绪越来越失去控制 唐某一场激动 老李的处境也就愈加的威胁 中队长黄涛的第一反应就是 无论如何都要先稳定住犯罪嫌疑人的情绪 绝不能让他伤害人质 他按照日常预案迅速展开部署 对老李家形成包围 同时命令武警精锐狙击手 选择占据有利地形 一旦犯罪嫌疑人有任何过激行为 便可立即实施居上 虽然此时透过破损的正门 已经看到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手舞菜刀 情绪激动 但是在十分钟前 也就是狙击手刚刚到达狙击位置时 房间的正门是紧闭的 狙击手根本无法观察里面的情况 那么这扇大门究竟是怎样被破坏成这个样子的呢 经过仔细观察 中队长黄涛发现 老李家的房子有五个窗户 每个窗户都有防盗窗 而位于房间正面的门和房顶的小门 也被唐某用凳子等家具死死地堵上了 硬往里突入 肯定会惊中手持利刃的犯罪嫌疑人 大家万别进行 强前推是推不动的 地上全部都是碎玻璃 我们人员进去的话 几乎没了地方下降 武警中队长黄涛意识到 唐某能把门堵死 在地上撒满碎玻璃 可见他虽然暴躁 但也有做事缜密的一面 要想对付他并不轻松 眼看武警官病到来 唐某手里拿着的菜刀 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人质的脖子 此时黄涛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狙击手刚刚向他报告 现场无法实施狙杀 这可如何是好呢 原来唐某早就切断了电源 此时屋内是一片漆黑 狙击手根本看不清屋内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犯罪嫌疑人此时实施犯罪 现场将无法对他进行控制 与此同时 当地派出所的公安人员 还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最后的劝解 希望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 唐某能自觉醒悟过来 我明天来什么事都好解决 可以 你不想保持 武警公安叫劝他们 他也骂那个也骂工 他说你你给我弄 你让我打死一个我就算一个 眼看谈判无效 武警官兵开始准备进行强攻 而强攻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唐某把门堵上了 一旦武力突入不够迅速 唐某狠狠地会杀害人之 鉴于犯罪嫌疑人唐某性格暴躁 一直叫嚷着要同归于尽 武警中队长黄涛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用激将法逼迫犯罪嫌疑人 自己冲出房间 经过短判商量 几分钟之后 武警官兵开始大声说话 故意刺激犯罪嫌疑人 不是个男人 只有对老人行循的本事 希望以此激怒犯罪嫌疑人唐某 没想到唐某一怒之下果然上当 居然自己用菜刀把房屋的正门砍坏了一半 这个意外出现的情况正好便于武警官兵和顾安干警探清屋里面的情况 拿了两把菜刀 他当时就是坐在那个堂屋里面 就得甩死这里拿了 谁进来我看死谁 此时唐某异常愤怒 顺着过门洞不停地往外扔酒瓶子 寄希望于用玻璃碎片阻止武警官兵向你变冲 无论武警官兵和公安人员如何劝说 唐某依然暴躁不停 说不上几句话就往外扔玻璃瓶 就在这时 狙击手再次向中队长黄涛报告 顺着被唐某砸开的破门洞 借着手电筒的亮光 已经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晃动的身影 于是武警狙击手已经悄悄将牵口对准了犯罪嫌疑人 狙杀一触即发 犯罪嫌疑人也很狡猾 我们手电一照他 他看了我们带枪去以后 手电一照他 他就躲开 他就躲开避开我们的灯光 他总是挪来挪去 然而即便找到了狙击的位置 由于光线昏暗 犯罪嫌疑人总是来回早凳 实施狙杀并不是具有完全把握 有一次我们照的时候 他就拿着菜头走到人质的身后 好 我们就 我们这个一照他的时候 他一瞬间离开 他伤害人质 在不能绝对保证人质安全的前提下 只能继续等待狙杀战机 那么接下来 事件又会发生怎样的转机呢 偏僻村庄发生人质劫持事件 犯罪嫌疑人情绪激动 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 是一枪毙敌 还是选择智取 武警官兵面临怎样的选择 最后又能否将人质安全救出 军事纪使正在播出 狙杀即将进行 从官兵和犯罪嫌疑人唐某的对话中 武警官兵们判断出 唐某对于武警和公安的劝说 十分顶突 讨话歹话都听不进去 为了打开僵持局面 必须尽快另想办法 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了 第一 找他最能够幸运的人过来 就是他的父母 激情周折 官兵们联系到了唐某的父亲 虽然他年岁已高 行动有些不便 但眼看儿子就要住成大错 做父亲的恨不得立刻冲进去 在听了官兵们讲述的情况后 老人已经知道后果的严重程度 表示愿意积极配合 然而他的到来 真的会让犯罪嫌疑人唐某 放下手中的利刃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 老父亲一到现场 便极力劝说儿子放了人质 不要一错再错 可是让老父亲着急的是 任凭自己怎样劝说 偏执的唐某还是一意孤行 二十分钟过去了 唐某一直都是那句话 人质老李必须交出女儿小方 要不就拿出三万元钱 否则就要砍死他 就在唐某与父亲交谈时 狙击手向武警中队长黄涛报告 现在已经是最佳狙击时间 当时我的手一直就在板结上 就等着我队长一声力下 我就把他击毙了 自是此刻 犯罪嫌疑人唐某的注意力 被自己的父亲分散 暂时放松了对人质的警惕 唐某与人质之间 大约有了一米远的距离 武警狙击手 已经可以随时实施狙杀 然而 武警中队长黄涛 却迟迟没有下达狙杀的命令 因为在武警官兵们看来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但凡事情有一丝转机 他们都不愿看到有任何伤亡 哪怕狙杀对象 是一个残暴的犯罪协议人 于是他们仍然在耐心的打败着 听到父亲啊 劝了他很久 但是他一直都在里面大喊大叫 说要喊把那个女的 把他女朋友找回来 我们听到这个话以后啊 我们就考虑这个犯罪人 他就一直想见那个女的 我们就利用了这个心理吧 就跟他父亲商量 武警官兵判断出 犯罪嫌疑人唐某的心结 还是出在女友小芳身上 于是便和唐某的父亲商量了一番 以唐某的父亲陪同老李 一起去打电话找小芳为用 先让唐某把人质脑里释放出来 而唐某自时见女友心气 勉强同意了释放人质 晚上十一点半 历经四个小时的磨难 人质牢里总算脱离了险境 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应该有个了结了 然而由于唐某的偏执性格 事情却并没有到此结束 十分钟后犯罪嫌疑人唐某一再要求人质回来 在不见人影的情况下 发现自己可能被骗 开始狂躁不安 没有人质做威胁 便扬言要与大家同归与尽 情况已经十分紧急 武警官兵决定进门强攻将他擒获 考虑到菜刀的攻击距离较近 为避免官兵受到伤害 武警官兵决定用梯子把门撞开 之后用梯子的顶端卡住犯罪嫌疑人 顺势将他抓获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 抓捕行动即将开始时 从被解救的牢里口中 武警官兵又得知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 犯罪嫌疑人唐某身上 竟然携带了汽油 而一旦引爆煤气罐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此时唐某发疯一样 在乱杂物里的东西 事件已经到了千军一发之际 不要什么糟了 一个煤气罐的爆炸大约 相当于五公斤的大约 引爆以后那非死自相 用梯子强攻至少需要半分钟的时间 而唐某点燃汽油 仅仅需要两秒钟就能完成 用梯子强攻的办法 也不得不暂时放弃 如果此刻实施狙杀 一枪必敌 时间短 不会给犯罪嫌疑人 留些点燃汽油的时间 考虑到继续僵持下去 犯罪嫌疑人狠狠地会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极大威胁 于是商机相关部门已经同意武警官兵实施之杀 然而中队长黄涛仍然迟迟没有下达开枪的命令 毕竟他还是蛮年轻嘛 就二十来岁 又考虑这个情况 包括他父亲 也在讲 不要伤害我的儿子 我们也从他的角度就考虑了 尽量不伤害他 既保证周围村民的安全 还要尽量保全犯罪嫌疑人的生命 到底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现场指挥员再次想到了唐某的父亲 他的父亲劝他的事物 从来没有骂过他父亲 只见这个事情你不要管 我来解决 一切自由我来亲爱 只讲了这个 观察到犯罪嫌疑人唐某 对自己父亲的态度还算不错 现场指挥人员认为 突破口还是要选在唐某的父亲身上 通过动员唐某的父亲 警方希望他配合演一场苦肉剂 试探唐某在父亲被警方抓走的情况下 会有何反应 那就开始了 就跟他父亲说 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那样我们就外面打喊 如果人还不投降 我们就把那父亲抓起来 事件紧迫 官兵们的苦肉剂就在边动员边实施中展开 一听到自己的父亲在外面大声叫喊 唐某更加激动起来 就在屋内的唐某通过来的一场 埋伏在外面的武警官兵一运而上 将犯罪行人牢牢控制 晚上十二点十分 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教育 一场发生在天远村庄的人质劫持事件 就这样结束 而在人命关天的危机时刻 英勇的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 没有简单的将子弹射向犯罪嫌疑人 而是用最尊重生命的记战术 圆满解决了这场人质危机 这是离祖国心脏最远的地方 天高云淡风景秀 但也是中国军人生存条件极重恶劣的地方 高崩酷属高师高原 更难来的是无边的宫图和寂寞 为了保卫捕坡的万里海江 一代代的海军官兵毅然驻守大力 在夫妻间出航的日子里 军事纪事记者随见前往南沙 经历首交官兵的南沙岁日 军事纪事下期播出 走南沙第一集